长荣 杨明在第二季的营收双双创新高 所以股东们应该很开心 长荣在今天要发出每股18元现金鼓励 杨明隔天也要发20元 那也因为营收创新高 所以我们看到了高阶主管薪资行情也不错 杨明的这些高阶主管都可以领到900多万 不过对比人家以色列的乙薪航运也是900多万 但是对方是美金 股民们最爱的货柜三雄现金鼓励来了 28号长荣率先发出每股18元 杨明也将接棒每股发20块 至于万海也要在8月18号发出10.5元 合计三雄将发出超过1900亿 为市场注入新货税 上半年的获利都还不错 以他们来讲都是第三季就会超过去年的前年的一个获益 长荣 杨明第二季营收双双创下单季新高 杨明前董坐谢之间更表示 货柜三雄前三季获利上看6000亿 渴望赚赢去年全年的5076亿 加上下半年新船陆续下水 长期能够达到供需平衡 不过去年以61%营益率名列全球第一的养民 董坐酬劳却和第二名差很大 以900万台币输给以色列航运公司 以新航运执行奖的992万美元 只有他的三十二分之一 就是因为受限于公股官派董事长和总经理 最多领24个月年薪的肥猫条款 就算再会赚也拿不到更多红利 三零前苏雲夸李孟山